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球员可能就来了14个人 两名守门员是今天上午刚刚到的 然后刚刚到有没有报名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阿雷玛的俱乐部一共就只有4个地步 今天一共才来了15个人 那15人还是包括两个刚刚赶到的守门员 包括了这个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阿雷玛俱乐部上一场是因为欠薪 对 现在内部很乱 很乱 而且全是国内的球员 好像是外援也都跑了 对 而且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 就上一场比赛 平球的来的队员就仨 就仨 对 大范围的换房 轮换 肯定是被动的 这是毫无疑问 对 所以我找了半天理由 也找不出来 鲁能能够在这场能够输球的理由 我真的找不出来 确实没有输球的理由 尽管鲁能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在联赛的状态不好 特别是上场比赛在号称国家得比战中输给了泰达 还是大比分输的 对 应该说是基本上不能说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确实也是踢的不尽如人意 跟泰达的感觉是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场面 可能让很多的鲁能球迷都很失望 但是鲁能应该说在目前的小组来看 出现机会还是有 还是有的 因为他保持四分 应该前两名应该是都是六分 差两分 如果这场球咱们主场拿下了以后 到时候跟全美新代 还有日本的球队 对 大白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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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 要不然如果这一场球 如果你平了的话 或者输的话 我估计真是太难了 出现太难了 因为大阪的比赛也是要今天马上要进行 所以说也看看那边比赛的一个结果 那两强相争必有一伤 是吧 对 如果鲁能能顺顺利地拿下阿里玛对 在最后两场比赛 至少保持不败的话 那么出现的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 其实并不是说保持不败 而是一定要胜利 如果你拿一分的话 就后两场比赛 后两场比赛 对 今天要是拿下一分 那基本就 可以说退出了 对 要退出这个小队出现 对 在这儿呢 刚才赵老师也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种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鲁能队的首发 门将的22号阳城 后面是蒸蒸 李卡多 汪强和王亮 中场方面的崔鹏 周海斌 邓周翔 王永破和吕征 前锋应该是奥比纳 今天的韩鹏是坐在替补席上 我感觉 这个伊万呢 对 韩鹏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也不是特别的满意 这场比赛 也是双心不战 也是 也算一个正常的轮换 正常轮换 因为韩鹏每场都打 说实话 带铁打的人怎么样 对 也有状态低迷的时候 其实目前来说 应该是从技战术水平 包括个人能力上面 山东队远远的强域 对 只不过我觉得 我感觉通过以往的教训 主要是心态 对 如果是 应该是鲁农的队员 应该把心态调整好了 拿下这场比赛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应该说作为山东队来讲 山东队一向 我们说主场客场的差别是比较大的 很大 对 主场山东队打的通常是非常有气势 翠鹏上一场是停赛 这场也是复出 今天的后卫只伤了一个外援 尼卡托 尼卡托和雷纳托的组合是饱受诟病 王强上来 好球 这下扣 吕正 哎呀这个打得太小了 再给回来 三个人的包夹 还要盘待吗 刚才就说了说 吕正的这个冲击力强 但是我觉得就门前那一下 他老总是找不着感觉 对 包括最后船程这一下也一般 因为潜心的问题 阿里马队可能还要放弃这场比赛 然后亿万的提醒 提醒鲁能队员 千万不要大意 可能敌人放的烟雾弹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印尼联赛 那作为鲁能队 今年问题也同样的严重 主要也是在暴露在饮源方面 奥比纳呢 最近也破门了 但是它的发挥也始终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高度 因为奥比纳毕竟身价比较高 而且过去的应该说名气还挺大的 我看了一篇报道 因为我们知道 先来看这球 调门 打到球网这上 因为恒大的有几名像穆里奇他们这些球员 他的主教练是米罗斯拉夫 调教这种像东亚的球队 属于小快铃 脚底也非常快的 好球 有他自己的想法 好球连续地传递 连续地一脚传递 到中路 后腰呢 漂亮 好球 阿列马队组织了非常漂亮的进攻 在右边路 如果起球的话就不怕了 就是甭管是最后怎么样 但是中间的过程打得非常清楚 你看见没有 前面的一切 速度非常清晰 一是很准确 二一个路 就像刚才你说的 山东队好像队员不是特别兴奋 我觉得跑不中似的 这种三角软转一倒起来以后 算是门匠的一个失误 对 那终于破门了 一比零 这个破门时机来的也特别好 二十六七分钟的时候 对 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好 一会儿大家看门中坐 应该是邓鲁翔非常机敏 应该是非常机敏 他估计是手边可能要失误 赶上去就有了 大家看 奥比纳 你看其实停球挺坏了 是 哎呀 这个等于是手门员呢 他脚底脚下一打滑 我们再看 没赶上去 对 你看奥比纳其实停过了 嗯 邓鲁翔上去 手 哎呀 出来了 这下只能说是歪打正招了 当然这门匠我觉得他 跟他的这种判断和反应有一定的关系 好 进球之后呢 应该说 刘邓队打得就更为的轻松和放心了 对 这样呢 就逼使得 那个阿里马队啊 你别弄铁统钻了 你再快速反击啊 反正你输一个也是输 输两个也是输 我幸福就奔钱一压 奔钱一压 龙龙队就反击就有了 嗯 包括吕中的快速啊 哎 包括奥比纳的这种强点啊 所以我觉得比 神龙队恐龙的机会会变得 多一点 多一点 有了 哎呦 这个强点 又有奥比纳 奥比纳确实有点鹤里基群那种感觉 对 这样的比赛当中 他的身体的强壮度和高度 都是占有绝对有 其实又是了 嗯 可以 可以断了 你们这球尽快处理 对 我可以 奥比纳 我先て 不 blow 我行 我就追上了 这球机会就出来了 是 今天几次打到右路 都是咱们的空档 好球这球靠力量扛开了对手 吕征的传中 奥比达好球 非常精彩的进球 奥比达 这是体现了 他一个巴西人的一个岁 对 奥比达这球 应该我觉得 应该70%功劳 应该放在吕征身上 吕征这球已经非常困难了 这球就是我们说 技巧型前锋比较擅长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这种选择的射门方式 连裁判员都笑了 都冲阿比达笑了 当然这球可能近的不是特别顺畅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是不是碰到了 他首先部位没有完全吃准 然后好像在 其实这也就 把守门员给晃了 传起来 守门员移动 你看看 你就把守门员晃了 你们看是 是有没有一个碰到 碰到了 碰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 对 改变了方向了 对 没碰到 刺了一下 对 手边判断有点硕 有点硕 确实有点硕 手边下意识地往远点 对 往远点去铺了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球 这个 回忆中超联赛 当时贾亿联赛时代 能够进这样的球的 这种球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小罗呀 对 八十球 八十球的好球 这球定片了 八十球的球星能打出这样的进球很多 这个手边可能因为确实有点 有点劳累了 因为今天刚刚刚刚刚抵达 这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 好的 欢迎各位所有观众朋友们回到2011年亚冠联赛 小组赛山东东队主场对印尼阿里马队比赛的下半场比赛 那么上半场大家已经看到了山东队是2比0领先 为山东进球的分别是邓卓祥和奥比纳 应该说上半场山东队机会把握的是不错的 场面也是占优 但是阿里马队也并非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差 尽管这次只来了15名队员 但是这支球队的战斗力仍然值得我们尊敬 这阿里马海球队实实话 无论是技术还是身材 跟整个人确实是差一致 但是他们前场的这种分角式配合 包括这种穿插跑动非常积极 确实有像夏超女说的 他们的精神应该是可以肯定 对或者说他们的技术能力也算 比我们预想当中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残阵 但是他们来到中国要好很多 对 我们说你看有机会 有机会 包括刚才上面上进的两球 对 大家也都知道 你看旅征传的 两球好像都是旅征传的 对 传过来以后 说实话 吕征 刚才咱们就说了 吕征的速度 包括身体 阿里马球员确实跟不上 传到门前了以后 等着想象一个简奏 包括奥比纳的一个 灵光一闪一个进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还不能说是 有了 这球 哎 好球 韩鹏终于进球了 对 这球确实也 太轻松了 这球太轻松了 其实是能力问题 所以大家真的想不到 为什么客场打成那样 回到主场 好像就变得一直对我一样 看中间 分钱一送 你看看哪拖后的三号 有个后排拖 拖在这么靠后 黄金 正确实 再来 准备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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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0了 我总感觉确实是就个人能力了 好 这有一个机会传过来 空门了 还在停 这谁 太费劲了 这个进球进了 刚换上那个 刚换上的14号 买提江吗 买提江 买提江这个是 应该是打进他在山东队的手球 应该是手球 但这球说实话 也就是面对阿雷玛队 换任何一个中超的球队都不能进 早没了 早梯子 在门前实在是太犹豫了 一下没打 第二下还没打 打到方略员的身上弹回来 这就顺便把门家晃了 这有点犹豫了 这有点业余了 应该是 要是一较远射 转向 没有跟上 应该是一较远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克罗受到的威胁不大 看韩鹏 这小球传的销售远大 但是还能拿住 在中路可以一漏 可惜 看不到自己的队友 这球犹豫了 但是靠着身体的力量 少量 好球啊 非常精彩 王宇铺的这一次 马赛回旋在禁区内玩的一个马赛回旋 太精彩了 今天到山东队 倒是真是进了几个漂亮的进球啊 接球直接的转身 很精彩 这方的门匠也是很无奈 我们再来看 台风这一速 王宇铺 我们看 顺势转身 转不着球 这还不算是一个马赛回旋 这就是一个 就一个拉球 一个很漂亮的拉球 5比0了 还要攻啊 这是一个门球 应该比赛时间马上掉到了 对 再发出来应该到了 好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呢 最终呢 山东鲁文队是在主场 5比0大胜阿里马顿 也把自己的这个进击的希望继续的保留下去 好的 那让我们不要走开 我们很快将在稍时休息啊 5点半之后 5点半的时候 为大家 的 虽然也有一猗 我们不急 好 我 初音乐 话下 这是 我们 这是 making